各位朋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贫穷跟志气 一个寒热金药石出生的人 跟一个在贫穷县家庭出生的人 他们的成长会是有很大的不同 成长之中面对的教育和经历 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普遍在贫穷家庭成长的孩子 他们大多都会感到自逼和杀意 内在的心理和外在的表现 往往是相反的 内心是自卑 外面却是倾强的 因着家庭条件的限制 若不是有好好的心态教育和调整 孩子就更容易形成了自卑的心理 这样自卑的心理 可能使到他们更有上进心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自卑的心理 强久的在他们里面 他们就常感觉到先天的确信和不足 特别每当遇上挫折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是怨天尤人 也是既能致哀的 他们往往不愿意在人面前出头 因为他们严重的缺乏自信 另外一方面 至少在成长之中的生活过度节约 更会使到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 形成了心松杀爱 对金钱和物质的内心恶求 总是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 因家庭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能不在各项的开支计算过来 以求满足并得到最基本生活的需要 对孩子来说 他们往往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每当拥有的时候 对自己的东西拿份保护欲 特别的强烈 不会分享 更不容易让别人碰他所拥有的认可东西 因为怕被弄坏了 或是被抢走了 在这两年世界的环境 因疫情的缘故 很多家庭都是乐在精致 不乐观的情况 在各项开支上都需要增打细算 闪到过去的钱就想下来 除了因为疫情的缘故 不能释出旅游之外 更现实的是 不能花钱在基本生活以外的 休闲活动里面 这只是近这两年的事情 对贫穷的家庭来说 何谓是雪上加霜 能够四处游历的机会呢 正该是没有了 演技也只是具现在 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面 更是形成了眼光有限的格局 这一切是因为家庭条件 而受到献祭 贫穷和窒息的题目 也令到我想起一个典型的圣经人物 他就是基点 上次我们一切都会听过或是看过 国际基点会所分发的圣经 他们都是摆放在酒店旅馆里面的 圣经所记载的基点 基点就是上述所体积的在贫穷家庭成长的明显的例子 基点一直都是被他的成长背景所影响 就像一个典型的贫穷家庭的孩子一样 他本质上都是一个胆小 脆弱和常常满怀牢骚的人 明显他是一个胆小的人 是不会主动迎难而上的 不会主动承担任何使命和指认的 他身是埋怨历史上所讲到神的能力 并不在他的经历中可以体验到 就算是在有 都只是过去而不是现在 就算是他被邀请到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有门口的忌口 说出他一直以来自逼的想法 我有可能拯救以色列人 我家在马拉斯基派是最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 当他尝试登上了领袖的爵士 他也是犹豫不决 要求各方面的证据来得到支持 才愿意并放心地接受这个决士 最后他完成了任务 却咀嚼继续地当以色列人的领袖 并要求他的主人 将所有的从米甸得到贵重的东西给他 一凡常态地 他建立另外一个信仰的传统 让以色列人来敬拜 满足了他从自卑的心态 变成了一个自带的表现 七天也向当领袖的权柄抓住 用来报复不参加与他攻打 对米甸人的一个机缘的计划 将两个城的同胞击杀 完全没有对同胞的仁慈 和体调背后的原因 他的余生并没有因成长里面的困难 而对自己家庭和社会有认可的启发 却是活在不忠和安日之里面 他亲身的儿子有七十人 因为他有很多的欺质 原生家庭的背景 的确是一个对人的成长 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若接受和知道自己的缺陷 更需要勇敢地面对 尤其是我们有信仰的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